杨先生您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 因为我最近一年在上班那里 接触了一些和我耍得好的兄弟 然后带我去做生意 然后做生意赔了 然后这一年多呀 因为怎么关注家里 确认对老婆确实也不是怎么好 然后我老婆要和我离婚 然后我想经过这个节目来挽回她 这是对一段婚姻的挽回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海三十一岁 来自重庆厨师 女嘉宾小丽二十七岁 来自重庆大堂经理 来 有请小丽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老婆是吧 对 要挽回是吧 嗯 是 小丽 小丽 可 有 有 有 我们 这 我们 一个 其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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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放心的 但是我没想那么多 后来被人家骗了就会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怎么想吗 他就感觉我欺骗了他 所以他要和我离婚 我再问你 你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事就瞒着他 这就是他心里想象的最可怕的 对吧 对 你还有其他事瞒着他吗 没有了 你信吗 我信 你看 他不相信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没有信任感了是吧 对他 对他已经没有信任度了 当时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他追的你追了多久啊 追了几个月吧 谈了几个月结的婚呢 谈了五六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你也并不了解他对吧 对他 就是 就是觉得他帅对吧 对 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啊 他们什么意见和态度 就是看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就是想结婚 我父母也挺赞同我的 如果他确实就是这个事 骗了你 没其他的事 你还考虑吗 也不考虑了 因为他总是 说些话不早掉 说完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这套房子的首富 你们一家出了50%对吧 这房子怎么处理 就说 如果离婚了 我们会选择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 我们一人一半了 你怎么想呢 因为当时我结婚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嘛 嗯 如果说他来的人要离婚了 我只有一人一半 但是我现在想的我不想离婚 这媳妇怎么样啊 媳妇我觉得她挺好的 我就是想挽留她 哦 嗯 好了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对于您来讲 一点感情都没了吗 嗯 感情还是有点点 可是我还是想离婚 因为 反正她嘛 老师欺骗我 我也伤透了 您说的老是欺骗 可是我们在这里头 重大欺骗就只听到了这么一次 就是瞒着您在外头借了十几万 嗯 而之前的时候 所谓的 我出二十万 你出十五万之类的 他没有出到二十万 您家也没有赔来十五万啊 赔了的 你把十五万都带来了 嗯 带来了的 然后我们赔过去的 就是他们那个财力也没有拿 然后我们拿着十五万 然后他们家拿了一点钱 我们去买了一个新房的 这是第二件 他骗了您的事 嗯 还有吗 没了 就是他跟我说的 就是说结婚以后都不让我摘你水 这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情话 情话里头说 我给你沾星星啊 我把月亮拿给你当项链啊 如果他没有给你当项链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说你说话不算话 你是个骗子 没有 他之前也承诺过很多错嘛 可是还是没有做到 一直在 他手都不让你沾水 你怎么洗脸啊 所以这也是不且实际的情话 那就满足于当下听听看着就算了 您现在假如没有这个在我会离婚吗 也会 也会 为什么 还是因为他骗您啊 嗯 老师说话不算说 他就骗了您这三处吗 还有什么吗 就算是我们把这个手沾水都算上是骗了您 还有没有 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弄明白一件事就是 您所衡量的人的撒谎和说话不算话是怎样一个标准 如果是您的标准出错了 那么您接下来跟任何一个人谈恋爱或者结婚 您还是会陷入到这一个逻辑里头再次的分手 再次的离婚 所以我们先搞搞清 你的这个说话不算话 究竟是怎么衡量的 他还骗了你什么 您自己都想不出例子了是不是 所以痛痛快快的给一句话吧 是不是不爱他了 是不是因为这一些债务让你觉得在一起没有未来 还不如重新开始人生来得更简便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替您分析的 祝你们好运吧 男生 目前现在这个状态是您实在好帅了吧 就这样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两个人都太小孩了 你们把婚姻当儿戏 觉得就是一张纸的事 热恋 然后觉得到了结婚的日子了 去领这张纸 领完了以后出现问题了 谁都在逃避责任 逃避问题 生活给你们出了一些难题 你们唯一做的就是逃避 从没想过去解决这个难题 我希望你们现在开始先学会成长 明白一个人的责任 对于家庭责任 对于社会的责任 或者说对于自己最爱的那个人的责任是什么 明白婚姻是什么 否则你们就算从这里跌倒 也还会继续在这里趴着的 尤其女孩 如果不够了解她 不要想着 我谈一个恋爱就是要嫁人 如果你没了解清楚一个男人就嫁给她 然后出现问题你就选择离婚 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男生 不要太幼稚 这个时候还能被骗二十万 然后还跟自己的妻子撒谎 你就是两个字幼稚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先学会成长 长成为大人 再谈感情 再谈婚姻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们把婚姻当什么呢 他们俩就没有把婚姻当回事 你们认识几个月就结了婚 五六个月 五六个月就结了婚了 事实上经过了一年的婚姻 你才会发现你其实并不了解 对吗 所以当初结婚不是因为了解 也不是因为信任 是因为冲动 你们这个婚姻本来基础就不扎实 一个男人对你献殷勤 你就觉得对你好 就要嫁给他 并且不顾家庭的反对 义无反顾 还好此时此刻你们两只金还没有孩子 如果有孩子的话 受伤害的是三个人 刚才敏娜老师问你说你还爱他吗 你并没有回答 犹豫和迟疑下架 自己轻视了什么 有哪些地方做的有些冲动 将来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离婚 再寻找下一段感情 多多少少 咱没白结一次 对不对 记住 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 谢谢 谢谢图老师 在这段婚姻当中 到底要汲取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这世界上 没有掉馅饼的事吧 没有 怎么可能投资就 一下就那样 就想走捷径嘛 都坦诚 都别骗 胆挺大的 是吧 跟自己老婆说拿几万块钱来用用吗 如果你不贪心的话 你一定会问清楚老公的 好老婆是 老公拿回五万块钱 老婆会问 你一个月挣五千块钱 你怎么拿了个五万啊 哪来的这五万啊 这是好老 所以啊 诚实 不要沾小便宜 记 不过来就知道了 我看不过来就知道了 我这次不愿意 我看不过来就知道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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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能够静静地坐下来想一想 未来你们的路应该怎么走 然后再关注到婚姻里 而不是草率地结了这个婚 又草率地做出离婚的一个决定 想清楚了 我相信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